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無好方英文 三分鐘輕鬆學 在這個新的系列呢 我們會讓大家 在三分鐘左右的時間呢 可以學到一些關於英文的小常識啊 或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有關英文的知識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是一些常見 但很常念錯的一些英文單字 那首先第一個呢 這個單字叫debris debris 那它的意思是碎片的意思 它的尾巴呢 是有一個s 但那個s是不發音的 這個單字它本身是不可數名詞 所以它是沒有在加s 或是es 的困擾 there was a lot of debris after the explosion 像這個s不發音的這個狀況啊 在英文中其實有很多單字有這個狀況 我們叫做silent letter for example island 島嶼這個字 還有aio aio這個字它也是更小一點島嶼的意思 那還有很常在大飛機聽到的 你想要aisle seat 或是window seat the aisle 也是silent letter s ok 好 再來下一個呢 叫做recipe recipe 可以按照字面上它看起來應該是要念recite ok 很多人問念錯 但其實它是要叫recipe 它是食譜的意思 so baking is not difficult you just need to follow the recipe 再來第三個呢 跟剛剛那個字長得很像 它叫recipe recipe 明細 發票的意思 它的p那個字母啊 它是不發音的 跟剛剛的silent s 是一樣的概念 再來第四個呢 是一個很常見 尤其是玩遊戲的時候會很常看到的單字 叫resume resume ok 它是繼續的意思 當這個字它上面會有兩個不一樣的符號的時候呢 它是法文來的意思 它的意思叫resume 是履歷的意思 ok 所以它們長得一樣 卻有不一樣的發音 用在不一樣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發音 Next one genre genre 這個字啊它聽起來很高級 那它也是從法文演變過來的 它的意思是指類型 種類 尤其是指藝術相關 比如說電影啊 音樂啊 我們就可以用genre這個字 chaos chaos 可以 ch呢 其實有三種發音 第一個就是非常常見的 change chance ch的音 第二種呢 是sh sh的發音 比如說大廚 chef chef 那第三種呢 就是k k 像這個單字 chaos 或者是character 或者是頭痛疼痛的那個 ich ich 它都是發k的音 最後一個單字呢 叫q q q ok 大家看了的時候一定會想念 q you cool 這樣子 但其實q本身的發音呢 是發k的音 ok 那que呢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k的音 比如說 就獨一無二的意思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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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example there is a queue of people waiting patiently for the grand opening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分鐘輕鬆學 乌澳有提供一堂免費的體驗課程 歡迎到官網領取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